线上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民开讲终结假案系列论坛 我是主持人婷真 台湾的民主转型向来被称为宁静革命 然而从解研之后 威权有可能一夕之间转型为民主吗 7月初国际宗教社会学会 2023双年会在中研院举办 其中一场会议专门探讨台湾和太极门案件 近年来国际重量级人权杂志寒冬 人权无国界 CAPLC联合国金色理事会认可的非政府组织 争取个人及组织良心自由协调会 等都认为太极门案在国际上具有示范性和重要性 太极门案发生在民国85年底 当时台湾刚经历第一次民选总统大选 政府掀起宗教扫黑 而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太极门无端受牵连 遭检察官违法执控诈欺逃漏税等莫须有罪名 加上媒体不时报道 对太极门的师徒名誉造成极大的伤害 历经十年三个月的司法审理 九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最高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无罪 无欠税无违反税捐即征法 全数无辜遭羁押之被告 并于九十八年均获得国家冤狱赔偿 然而税捐机关未依最高法院判决 撤销违法税单 甚至强行将太极门位于苗栗的修行圣地收归狗有 另外位于细子的瑞士山庄 原为太极门掌门人预计规划为太极门弟子锻炼身心 传承文化的场所 却因此案被禁止处分甚至查封 经历近二十四年 直到政府换完山庄时 已成难以整建的废墟 成为台湾在后威权时期 人权遭破坏的不义移植 接下来我们来听国际专家学者 如何看待太极门事件的不公义 依法行政是民主法治国家的基本 由最高法院三审做出的最终判决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可以不遵守吗 延到27年之久的太极门甲案遭遇在2007年获得法院三审判决确定 无罪无欠税 行政执行署却仍然违法拍卖太极门位于苗栗的秀行预定地 将其守归国有 如此违反民主法治精神的行进 引起国内外人权学者的壮事 特别呼吁台湾政府应尽速返还太极门土地 也让我们透过太极门甲案所留下荒凉摆破的不易一致瑞士山庄的景况 深入了解人权受迫的台湾血泪石 今年4月代表意大利新兴宗教研究中心的寒冬杂志 与比利时人权无国界组织等八国 12位的国际知名人权学者受赐组团访台 举办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论坛 期间拜会立法院游戏坤院长 监察院成局院长 国家人权委员会 台湾人权促进会 国家人权博物馆 并抽空参观 即228白色恐怖后 历史最久 受迫害人数最多的太极门甲案 所留下的不易遗址瑞士山庄等一连串的行程 访问团的学者长期关注世界各国人权相关议题 并参与过台湾政府或民间单位举办的会议 此次实际走访拜会 除了肯定台湾政府坚持民主自由之路所做的努力 更呼吁政府应积极处理 检言后的后维权时期 人权受迫害事件 出品外出的第四章是不总容易容易的 尤其是在对香港人权利 或者在香港人权利 和时代人权利 也都能够迫 后继续的抗力 有时候政府的公司不够 因为有新政府的公司 有了一段批判在40年, 在某些时刻, 嫌异的正确事进行, 而太智面是犯罪的缺乏的缺乏的正确事进行. 这很重担心, 当你看到这些事, 你會問 人們怎麼可以做這些事情給別人 我可以想像說這邊如果一開始就是按照師傅的計畫在做的話 這邊就是一定會很棒 你一講那個星球會救呢 你真的會救起來 就是沒有人可以還給我們 不管是世界或是這個地方都一樣 我同時感到驚訝 因為我沒有想像看過這麼多的建築 都在壞的情況下 我於西紫瑞士山莊的建物為太極門掌門人洪道子博士 預計規劃為太極門人鍛鍊身心 傳承文化的場所 卻因為1996年底發生的太極門假案被禁止處分甚至查封 直到24年後 2020年8月25日 執行機關返環山莊時 一整難以重整的廢墟 凸顯台灣民眾的人權保障程度堪憂 令人感嘆不已 那是痛苦的人 被建造了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被毀壞了 或是還未有可能 為它的使用 原本的使用 那當然是非常痛苦 而且痛苦 是一件事 不可以放在架子 和錢 所以現在 現在 財政的台灣 維持這個土地 我相信 第一次政策的政策 是回答 財政的土地 和財政的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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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的財政 和財政 我認為 這是 可惡的 事件 的老財政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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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感受 痛苦 和痛苦 我肯定可以提供 任何可能的 補充 這個 從一開始的刑案 開始的時候 他就把掌門人的 還有連夫人 所有的財產 都禁止處分 隨便就根據 這個刑稅 侯寬的這個 這一個根本沒有查的 這樣子 胡亂又開出個天價的稅單 這個始終是一個 本來是一個錯誤 不應該開出的稅單 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讓掌門人夫婦 他們沒有辦法去好好的使用這個地方 我東西被你扣這麼久 我的所有的稅貨還要自己繳 繳然後你結束給我繞這麼久 我現在這房子已經爛到變廢墟了 The Taiji Ben case is known worldwide now It's not only a domestic matter But there is a lot of concern so that justice can be made in this case Political decision that we call like it can be overtaken for the reasons for security reason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prestige and independence reasons because if this problem remains unsolved you continue to talking the enemies of Taiman they may use this against Taiwan and that is security reason for Taiwan solving the Taiji Men case it will be good for the government because that will solve a real problem but it will be also good to send the message all around the world that even if you are good you can still be better Taiji Men假案 在2005年被監察院列為第三届 人權保障的重大案件 在2007年經最高法院三審判決 無罪無稅確定 更在2009年獲得國家願意賠償 至今27年卻還未退還 被違法查封拍賣的苗栗修行 預定地 引起國際人權學者關注 為全球矚目案件 國內外學者專家 共同呼籲台灣政府切勿默示 因盡速返還太極門被違法拍賣的資產 並對此案進行道歉與國賠 才能繼續教訓不重蹈覆徹 落實憲法賦予人民權利 帶領台灣社會更好發展 太極門氣功養生學會 是登記於內政部管轄下之中華武術總會 中華氣功協會及中華民國道教會之團體會員 依法本來就不需要繳稅 其他的團體會員也從來沒有被追稅 為何獨留太極門遭受如此迫害 政府應勇於承擔歷史錯誤 將土地返還人民 並恢復太極門掌門人夫婦 即全體弟子清白名譽 讓國際看見台灣展現民主法治 尊重人權的決心 7月13日 太極門行案平反16週年紀念日 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 台灣財經新化研究學會 法稅改革聯盟等近20個民間團體 與台大舉辦論壇 討論後威權時代 檢視我國信仰自由權之落實 太極門掌門人 既聯合國NGO世界公民總會 副主席洪道指博士 應邀出席論壇致 讓我們來聽聽 洪博士的正義之聲 各位貴賓 各位貴賓 各位學者專家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首先感謝一路同行的國內外學者專家 以各界人士 因你們無私的付出 足夠堅心 很有信心 一同寫下 輝煌的 人前史 7月13日是一個值得祭奠 及省思的日子 16年前的今天 最高法院的判解 為無中生有的太極門1219案件 還原了真相 揭示了公理 彰顯了正義 這一路走來 殊途間不離不棄 我看見我的弟子們 有人從親思變白髮 幼童已長成了親人 時間也印證了正義是一條 需要愛勇敢與堅持 才能走出來的道路 這也是一條遵循良心 通往自由 指向萬民同享 人權與幸福的道路 敢 末法時起 四道衰微 人心不古 一二一九 平反路遙 困難賢阻 信 天道存心 苍生為懷 氣韻人生 傳法济世 隨人度眾 始至不渝 本 天地人一 平等 平等無相 平等無相 生其有理 良心眾財 人權至上 存其有道 信 信 欲吾 重生 真心無愛 印記 花亮 殊途同心 捍衛 捍衛真理 四人 勇想 本人一生 致力於 延續古傳太極盟文化 命脈 傳承 陰陽 哲學 自衛 著重 親身 實踐 心器合一 知行合一的功夫 並保存其精髓 成立了太極盟氣功養生協會 以弘揚太極盟文化促進世人身心靈健康為宗旨 將愛與和平的良心文化花揚光大到全世界 太極盟人相信 只要每一個人心中存有愛與和平的訓練 並立行實踐 匯聚善良與智慧的能量就能轉動世界 為世人帶來更美好的明天 太極盟俗徒隨遭恨逆 任本於习武修行之人敢於面對考驗的勇氣 接受如祝賤般的試練 將種種的甘苦都內化成為助助助人的養分與動力 太極盟俗徒為何能如此堅忍與堅持 只因六個字 好壞 對錯 真假 這不僅是人生的處事智慧 面對失衡的情勢 失落的人心 欲需要用安靜的心來看清楚真理 用平衡的智慧來化解干戈 更需要以廣大心胸來實踐和平 並散播愛與良善的能量 世上藍紅百歲人 唯有良心教育和文化三者能 綿圓百人千人影響後代子孫改變人類的命運 人 因氣而生氣覺人往生從何處來 死往何處去 探求與印證人生這一口氣的究竟 也是太極盟傳承的古文化 生而為人都會面臨種種的考驗或混沌 亘古至今沒有不死的人 也沒有不滅的王朝 尤其在二十一世紀的現代 無論國家或個人都必須 面對更多的變數與挑戰 唯有勇敢面對才能衝破難關 並在過程中習得人生智慧 助己助人 希望人能夠入入省思一分鐘 觀看自己的內心 明察周遭的人事物 探究歷史的演繹 了解時代的更迪 什麼才是永恆的價值 如何做人處事 才能養不潰一天 苦不做一人 愛是人類生命的原動力 良心是世界公民困局的絕方 良心是國父民安的準則 良心是世界和平的推手 良心會讓愛更有能量 實踐良心、愛與人情 可以安身立命、圓滿家庭 及穩定世界 也是完成人生的使命 與創造生命價值的良方 開始行動的每一步 都是扭轉世界命運的重要作用力 每一顆真心 都是改變自己與市局的關鍵力量 太極蒙師徒始終懷抱著 勇氣、希望與能量 堅持以愛與和平的心靈文化 推動良心覺醒 希望世界公民能夠共同攜手 與天地間的善良政績 結合呼應 帶給地球與人類真正的幸福未來 忠心期待正榮發聩的正義之身 能夠善醒 能夠喚醒為政者的良心 以民為本 以法為規 落實人權 以信仰自由保障 祈願 冤暗不再 世人同享幸福與快樂 最後 祝福大家 善心無量 一行無主 良心 祈願 太極蒙師徒 中國國際人權學者 紛紛站出來 為太極門搜索 人權迫害聲援 法瑞改革聯盟 發起人 既仲裁人陳毅南 也指出 太極門案已成為 國際宗教人權學者 矚目的人權侵害事件 建議政府拿出魄力 設法早日解決 以免傷害台灣的國際形象 在此 我們要呼籲小英總統 用您的政治高度 來解決太極門人權案件 在台灣民主化的過程中 人民會用選票 來選擇有作為 有良心的領導人 也希望我們能早日 拼犯所有的冤錯假案 才能彰顯台灣 真正人權民主的價值